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之开始直击 我是艾远和艾尔 今早还有东亚政券高级投资策略师 陈维聪 Jason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 Jason 早晨阿联 你好 不知道昨晚大家有没有捱事 是看奥运支持运动员 还是等着联储局的意识结果 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9月减息的揣测升温 科技股普遍回涌 但导致急升后升幅收窄 恒指夜期升至28点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月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待会Jason和我们分析最新的市况发展 以及解答大家的投资疑难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议息后宣布利率不变 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说 9月会议上减息可能是选项 消息推动到美股扩大升势 道指由原本升大约300点 扩大到升455点 但地缘局势惡法 五爱电就说伊朗将会报复以色列 纽约油价曾经升5% 道指最终蒸发大部分的升幅 收市升99点 报40842点 芯片股王NVIDIA 急升近1成 三科技股就普遍做好 带动到纳指最多升大约3% 收市升2.6% 报17599点 标指升1.6% 报5522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急跌穿4.1% 美汇指数曾经急跌0.6% 穿104关 日本央行昨日宣布 今年第二次加息 日元3月以来首次冲破150对每美元 英伦银行今天会议息 可能有机会四年来首度减息 五而英镑会价就暂时靠稳了 招点美股 特斯拉升4% 亚马逊升近3% Meta收市之后公布业绩 在业绩前股价升2.5% 看到即后股价 即是盘口股价冲上去 卖微软云端业务放慢 惹来市场的忧虑 业绩之后股价亦市跌1% 晶片股昨晚强势弹升 NVIDIA急升近1.3% 市值单日增加3290亿美元 创造了史上最大的增长 台积电都升了超过7% AMD业绩理想股价升4% 看亚马逊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和腾讯 比港股跌0.4%至0.7% 腾讯至算布359.78% 京东跌0.9% 美团、百度和网易 比本港收市跌超过1% 与Uber合作的比亚迪ADR高港股2% 而汇控ADR升近1% 至算布70.55% 友邦和港交所偏远 今早到外围市况 美股期货向好 导致期货41,124点 升51点 而纳指期货升0.8% 亚太区股市方面 各别发展 其中在日本股市跌超过2% 日经平均指数38,226点至1875点 南韩股市升0.4% 澳门股市都向好 澳洲市升0.4% 新西兰市升0.7% 至于恒指黑期 偏远 跌超过30多点 待会看港股开市情况 现在先和Jason谈谈外围市场 因为大家都在等联储局的会议 议息结果 我想本身都预认了不会有什么变动 出来都符合预期 联邦基金利率在5.25里 去到5.5里的区间 就是今轮加息周期以来 第八次案兵不动 联储局就说通胀目标是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而今次的议息声明 全民修改的地方不是那么多 但对于劳工市场的形容 就是有些改变 认为职位的增长已经缓和 而大家当然要看着 就是主席鲍威尔说些什么 今次是有会后记者会的 鲍威尔就说 感觉委员会议是更加接近减息 9月份会议减息可能是一个选项 当然他都希望可以见到更多良好的数据 并且可以在会议之前 获得信心 对抗这个高通胀是继续有进展 现在市场的分析也说 9月减息0.25厘的机会比较高 而今年全年可能有机会减息两次 Jason 你又如何解释到今次的议息结果 以至于鲍威尔的言论 对于接下来的息口走向 有没有什么启示 是的 昨晚看到鲍威尔的记者会的说法 都很明显比起上一次 就来得更加温和 譬如刚刚你也提到 他这次也说明了 现在都是比较关注务动市场 他都觉得近期是有个降温的迹象 亦都表示不希望这个趋势继续下去 就是说务动市场 他都觉得如果再下行的话 都是一个风险 跟过去那一年 他经常都说务动市场是有个很紧张的情况 甚至乎是带动通胀升的一个源头 今次在那个说法上面 就完全是反过来的 一来他觉得务动市场 已经不是再属于一个很高的通胀源头 另外也是比较担心 如果你说失业再升的话 可能对经济来说都会有些影响 既然他今次用这个说法 就将那个焦点 由之前的高通胀 就转到一个所谓的经济 或者就业市场的放缓的风险 我也相信市场解读 觉得9月份开始减息 就是一个很合理的结果 还有值得留意的 就是现在你说9月份减息 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就算你说今次会议开之前 市场上面基本上都将它定价 就是百分之百 9月份是会减息 所以关键就是除了9月减息之外 究竟今年会不会还有机会减多 如果你说经过昨天的开会 听到鲍威尔的言论之后 现在看到去到今年12月份 根据Fatwatch的预期 说减两次息的机会 都接近是100% 还有就说什么呢 不单止说只是减两次息 那么简单 如果你看到12月 现在Fatwatch的所谓指标利率的预期 是4.5厘至4.7厘 这个预期的比率 去到6.3厘 就是说如果你由现在说是5厘2.5厘至5厘半 真的减到4厘半至4厘7厘半 那说的是减三次 就是说的是减75厘 就是每次0.25厘 没错 而这个机率去到6成多 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成为一个大量 就是由之前说 可能一个两个月之前 觉得可能今年顶碰也是减一次息 接着去到过去一个月 出了一些经济数据 通常数据发觉都 似乎是有个降温压 通胀没有之前那么高 那觉得今年呢 就不单止会 就是9月份会减息 甚至乎会减两次息 那听起来昨天的那个言论呢 甚至乎现在那个主流意见呢 觉得是减三次 那所以那个的转变呢 挺明显的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我暂时就不会看得去 要这么进取住 就是如果你说一年里面 就是今年里面要减三次 就是说除了9月要减之外呢 11月和12月呢 都各要做一次减息 其实这个呢就是相当之进取的 而且都不要忘记 就是说11月初呢 都是一个大选 那跟着以往那个惯例呢 就很少说那一月份呢 就立刻再做事的 那所以我也觉得 就是今年 暂时那个预测 就是基准那个情景假设呢 我觉得都是减两次的 那个的机会会高些了 明白 思材现在的猜测就很够了 但是都想问多一个因素 虽然通胀 现在联储局就觉得 好像暂时都可以 一个进展 但是一个地缘政治局势 又再推 升了油价尤其昨晚都很害怕 升了4-5% 究竟会不会又令到 通胀前景有明朗呢 这个真是难估的 因为始终对上这三年 为什么你说美国加这么多息 或者美国之前的通胀 升到这么高呢 我觉得都真的因为之前那个是疫情 或者所谓的澳污的战事 都令到整体的供应链 或者能源价格的升幅 都是可能三四年前 是没有人猜得到的 所以你说这些 比较极端的事件 作为我们分析员 或者是一个策略师 去做一个估算 就相当之困难 就算了 这是一个策略的 一秒钟 在其中一开始 被估算的 累积你 对 这一分钟 受不动